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脆皮蛋糕卷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把屏幕上方这三样东西搅拌在一起 加上低筋变粉160克 可可粉40克 泡打粉3克 过滤一下更细腻 后加10个蛋黄 继续搅拌3分钟 这边准备10个蛋清 150克细糖 3克塔塔粉 蛋糕是我能成功 蛋清的打发很关键 把它打发至起鸡尾状 现在可以把蛋清糊跟蛋黄糊融合在一起 拖盘里面直接垫上油脂倒上去 每天跟你分享一道菜 记得点我投降旁边的交好收藏 学到就是你赚到 上火190度 下火168度 烤15分钟 再准备淡奶油500克 细糖50克 开始打发 打发至奶油煎挺就OK了 再准备100克黑巧克力 用隔水把它化开 加在奶油里面搅拌均匀 正所谓进猪者吃 蛋糕刚好烤好了 先把它取出来 撕掉油脂 让它透透气冷却一下 最后再准备黑巧克力和淡奶油 各100克 黄油20克 再用热水把它化开 这个就叫干纳许 加上瓜子仁搅拌均匀 取一半的蛋糕 在其表面抹上奶油 奶油要保证一边高一边低 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卷起来 录制教学不容易 点个小红星知识一下哦 谢谢 在蛋糕简表面 淋上干纳许 放冰箱冷藏30分钟就可以开切了 加上草莓和巧克力点缀 这样更好吃吗 不不不 这样更贵 诶 糟糕